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节目主持人 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 明居正 今天我们接续上次的话题 跟各位来谈谈文化大革命 我们一直强调说 文化大革命是中华民族的悲剧 在别的国家没有出现过 即便在别的共产国家也没有出现过 所以它是我们中国所独有的现象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 这么一个悲剧 在我们的历史上面 我们的反省并不够深刻 甚至我们现在常常要去回避它 我们不愿意去碰触它 我们今天所谓拿出来谈 就希望说进行比较深刻的反省 继续教训 避免将来的错误 所以接续上次的话题 我们今天准备谈几个题目 谈几个我们观察到比较重要 但是值得谈的话题 第一个我想谈的就是 斗争走资派的问题 上次我们念了一段话 我们讲到说 毛泽东的发动文化大革命 他的目的就是要返修防修 提防资产阶级 在社会主义中国复辟 所以要斗争走资派 那么这个斗争走资派这个提法或者观念究竟合理不合理呢 那今天回头来看 大家回说 文化大革命整个都是错的 所以毛泽东所谓的斗争走资派的说法 当然不合理 我倒不同意这看法 我也不是说它合理 我是说提斗争走资派的说法呢 既不合理又合理 大家听到这说法呢 一定觉得很奇怪 那我们先来看看 为什么不合理 为什么不合理呢 第一 这些人真的是走资派吗 他们真的有走资吗 严格说起来应该没有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说他们走资呢 我们前面提到他为了夺权 他为了斗争 为了找一个借口 那为什么别的借口不好找 偏偏找到这个借口 这就回到我们前面讲说 58到60年 毛泽东搞过两次的大要禁 就搞到民不聊生的时候 他必须辞掉国家主席的位置 把这位置交给刘少奇 由刘少奇去负责国家的日常行政 刘少奇就拉上了邓小平 所以刘邓就搞让步政策 具体的内容就是三字一包 自留地 自由市场 自负盈亏 包产到户 这个三字一包政策呢 用当时共产党的术语来说 叫做让步政策 也就是对农民让步 不再搞这么激烈的共产运动 那么让步运动的结果就是 老百姓呢 慢慢能够喘过气来了 用非常非常小的自留地 他们可以耕作 因为在这个地上面种出来东西 他不但可以吃饱肚子 还可以拿到外面去卖 所以出现了自由市场 然后出现了自负盈亏 然后包产到户 所以三字一包政策 就在刘邓的大力推动之下呢 让老百姓恢复了生机 大家活过来了 那么这个三字一包政策 或者说从中央到地方推动的 这个三字一包政策 就叫做资本主义道路吗 我想今天大家来看 无论如何都不会有人这么想的了 可是当时毛泽东呢 却理直气壮的把这位拿出来说 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然后这些人呢 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所以他们就是走资派 所以建国十几年下来 十七八年下来 就是走资派的当权 不但经济路线是这样子 文化 教育 社会 军事 各个路线呢 都是走资派的当权 所以会复辟了 所以资本主义会复辟 那么这红彤彤的社会主义江山就要变色 所以要斗走资派 这是毛泽东的理论 那么我刚才说 今天大家回头来看 这么一点点东西 那就算走资吗 如果当时不走资 那老百姓不就饿得更惨吗 当时已经饿死三千万到四千万 如果不走资的话 那中国人呢会非常非常惨了 所以当然要走 但是真的是走资吗 如果当时这个都叫做走资的话 那么请问一下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 邓小平搞的改革开放 那不是比当年1962年的走资 要更走资一千倍 一万倍甚至更多吗 那么走资到底对不对 如果说以今天来看的话 那走资当然对 如果走资对的话 那么1950年代 为什么要去搞三大改造运动 为什么要去搞社会主义 那不就整个都错了吗 那么也就是说 毛泽东当时打走资派 无论如何 第一不够走资的条件 第二打的是不对的 那么问题又出在什么地方呢 今天回头看看 我们大家是不是觉得说 时空措置 是非颠倒 那么为什么我要拿出来讲呢 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 在喊这些口号的时候 他也喊得很起劲 毛泽东喊这口号的时候 不是只有一个人在喊 全党上下 很多人跟着喊 因为当时呢 左倾成风 大家以左为荣 大家认为说 左才能建设社会主义 但是全世界人都在告诉我们说 左是不能建设中国的 必须要右倾 大家不听 好了 现在问题来了 中国共产党的毛病呢 它的根源就在这里 我若犯错 你们不许说 说了我就打你 你再说我就杀你 但是我对呢 你要好好拍我马屁 过去如此 今天如此 将来呢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 恐怕还是如此 所以我们要反复提出来讲 我们说你做错了 那么必须要有人提呼惯点 跟他讲说你做错 而且反复说 大家才有这个感觉 好了 这是不合理的部分 那么那前面我又为什么说 打走支派又合理呢 大家回头想想看 毛泽东号召红卫兵 有这么多红卫兵会起来 红卫兵的责任呢 我们将来另外一辟专章 再去谈 红卫兵会起来 能够风起云涌去打走支派 打所谓的走支派 这表示说 这个口号背后呢 有它一个合理的内核 这合理内核是什么呢 也就是从1949年到1966年 这17、8年下来 中国共产党的官员呢 开始腐败了 开始作威作福了 开始当官做老爷了 不再那么朴素 也不再是人民的公仆 所以毛泽东讲打走支派 我觉得说呢 他这个口号 这种提法既不合理又合理 他的确捕捉到了 共产党呢 开始腐化变质的这么一个内核 但是呢 他的目的不是清楚这东西 并不是完全为了保持党的纯洁性 我们前面讲过 毛泽东是提出这个借口 去扫清楚 他去集权到道路上的障碍罢了 所以他并不是真心的去维护党的纯洁性 他也不是真心的为人民在做这件事情 因为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他为什么又会重用林彪集团呢 他为什么会重用私人帮集团呢 他为什么又犯其他的错误呢 所以表示说 前面我们提到的 帮毛泽东涂脂抹粉这些做法呢 是共产党的一贯的伎俩 用理论来包装党 用理论来包装领袖 让他看起来好一切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这整件事情的发展呢 这个论到打走资派这个问题 其实呢 他本身是并不合理的 但是能够酿成轩然大波 就像中共所说的 是几十年的社会矛盾的总积累 在这里总爆发 而毛泽东登高一呼呢 大家感受到了心中的那种怨气 所以接受了他的这个呼唤 然后回应了他的这个号召 所以大家起来打走资派 所以他既是不合理又合理 那么这个题目呢 我们先谈到这里 我们稍时休息 一会儿过后呢 好 各位朋友 欢迎大家回到中原大地 世纪回眸的现场 我们今天为各位谈的题目 是文化大革命 上个部分呢 我们谈到就是斗争走资派 这个题法的合理 跟不合理的部分 那么接着我们要谈的呢 就是个人崇拜的问题 大家回想到文化大革命的画面的时候呢 就是想到那种排山倒海的人呢 过来 然后手里面举着红宝书 然后敲锣打鼓 欢天喜地 然后接着呢 就是一大片人呢 去斗争别人的那种画面 做这个喷气室啦 然后这个弯腰啦 鞠躬啦 然后请罪啦 什么等等 所以各种各样的画面 在这些画面的背后呢 是很清楚的个人崇拜 尤其是红卫兵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在中国大陆这个社会里面呢 原本就已经非常宣传 这个领导个人 比如说从50年代开始呢 我们就看到宣传说 这个天大地大 不如党的恩情大 爹亲娘亲 不如毛主席亲 那么这些画呢 其实已经在宣传毛泽东个人 但是这种个人崇拜的现象 到了196364年以后呢 变得特别突出 特别明显 譬如当时呢 林彪主持的这个解放军的工作里面 讲说 那么学毛主席这个语录 或者学毛选运动 然后全国又去学解放军 所以实际上呢 是全国呢 在学毛泽东的讲话 那么一场这个群众运动呢 就这样的浩浩荡荡的开展 而这背后呢 就是我们反复提出来的个人崇拜 毛泽东知不知道个人崇拜呢 他当然知道 毛泽东有没有说 有意识的运用这个个人崇拜 来发动红卫兵 去搞这文化大革命呢 一开头恐怕还没有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一般所谓的文革的开始呢 比较正式的说法是1966年的516通知 那么比较一般的说法呢 是1965年11月份的那篇文章 凭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关 大家都把这篇文章的出现 当作是文革的禁军号 那么如果说这篇文章 真的是文革的禁军号 也就是毛泽东打响文革的第一枪的话呢 那表示他当时还没有想要运用红卫兵 也没有想要运用说这种个人崇拜 可是当这个1965年的 这个凭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关 一步步引上了批判二月提纲 然后批判北京市党委之后呢 发现说好像文革的局面还是打不开来 然后六月份呢 又被刘邓主持的这个党组织呢 派了工作组 把所谓浩浩荡荡的这个 或者轰轰烈的群众运动镇压下去之后 毛泽东才急了 所以才开始呢去接见红卫兵 1966年8月18号 然后到11月26号 前后八次毛泽东呢 在天安门前面去接见过百万的红卫兵 那个时候呢 个人崇拜就开始了 有点年纪的这个观众朋友们 我想看到我手里面这本书呢 一定非常熟悉 重新看到这本书呢 一定百感交集 这本书呢 各位如果熟悉版本的话 还可以看到 这边还有林彪的题字 这是当时